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的是大悲神咒灵异 难产四天菩萨垂就的详细过程 这个故事呢 我们以前已经做过一期节目 里面包含这个故事的大致梗概 现在呢 我又从网上发现了这个故事的详细过程 觉得有必要把这个故事重新再讲一遍 那么故事的主人公呢 叫林慈仁 故事讲的就是林慈仁 她夫人在生产的过程中遭遇难产 后来经大悲水和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救助 顺利产下孩子的过程 故事是这样的 林先生说 她与她的夫人原来是在大学里面都是同班同学 但是因为两个人的宗教信仰不一致 所以说双方家长不同意他们的结合 他们在毕业以后 就辞别家里面 到了一个山村同居 后来在妻子即将分娩的时候 他们前往齐山妇科医院 做产前的定期检查 有一天 在由齐山开往六规的车即将开车的时候 上来的一个和尚 林先生以前呢 对和尚没有好感 所以说经常将和尚的恶意的称呼为秃驴 那么这位和尚中等身材 头真的是秃了 胡子至少也有三个月没有挂了 看上去大约五十岁左右 眼睛炯炯有光 倒是有几分先锋道骨 但是因为身上穿的衣服比较蓝绿 他觉得很难跟这位和尚坐在一块 但是这位和尚一上车后 就站在林先生和他妻子的座位前 用眼睛向车厢里面巡视 最后眼光落在林先生和他妻子的左右 当时林夫人一侧放着一只手提包 一手呢扶着夫人 懒洋洋的坐在那里 这位出家人连招呼都不打 一屁股的就坐在林先生的一边 然后干脆连鞋都没有脱 就把腿一盘双眼一闭在那打坐 看样子还真是安逸 为了我当时不被他弄脏衣服 我只有悄悄地把自己坐的地方收缩一点 那么这件倒霉的事情呢 我当时还是很憋气的 到了一个叫做美农的站点的时候 上来一位首签小孩的老太太正在找座位 这位和尚本来一直眯着眼睛 好像是入定的样子 可是这老太太上来了以后 她就立刻很快地把座位让给老太太 那么车子出站以后 她冲着林先生的夫人喊道 把她的袋子拿走 然后不等林夫人反应 她又坐下了 那么林夫人只好将手提袋拿起来 放在膝盖上 当时林先生真的是非常恼怒 心想你这个屠驴今天也太气人过甚了 本来想发一通脾气与她争执 但是又因为她刚刚给老太太和小孩子让了座位 已经获得了乘客的好感 就想想也就算了吧 今天暂且忍了 这个时候跟她发脾气 恐怕同车的其他行人也不会同意的 结果到了三丘田 这位僧人下车了 临走的时候自言自语地告诉我 朋友 年轻人不可娇气过甚 气呼呼地干嘛 我就住在这山里 从这个车牌往前走 三百多步 你有空了 咱们过来谈谈 回到家里 林先生和林夫人 又论及了 这位在路上碰到的和尚 都觉得这个和尚倒是有几分神秘 下车前的那一番话呢 更是好像有什么意思 不过当时呢 林先生和林夫人呢 除了有当面错过的感觉之外 也无心再进一步深究 第二天 林夫人突然肚子痛得厉害 知道马上就要生产了 立刻就近 请了助产室 但接连四天难产 中西助产室束手无策 林夫人痛苦的日夜声音 后来晚上林先生突然想到 这个秃驴 不对 应该是这位僧人 于是第五天一大早 就跑去找他 正好这位僧人正在那里 跪着念经 听到林先生 再扣门 就打开门 那么这位僧人看到林先生 就好像知道他要来死的 很和蔼的说 我知道你迟早会过来的 很莫名其妙的 这个时候 林先生竟然感到一种 从未有过的安稳感和愉悦感 未曾落座 林先生就没头没脑的说道 老婆难产已经是第五天了 那么这个时候 这位僧人 这个时候林先生的思想 已经发生了变化 他已经从心里面 改称此僧人为法师了 于是这位法师听了以后 也没说什么话 端起佛前的水杯 双膝跪地 就开始念起来 他念的就是大悲咒 林先生 在这时 也不知为什么 不由自主地 就跪在 这位法师的后面 听着他 送大悲咒 然后再默默地流泪 十分钟以后 法师双手 拿着水杯 递给林先生 并且说 这就是观世音菩萨 赐给你的圣水 能除一切苦恶 你信得过吗 那么 经过 大悲咒加持的水 实际上 在佛教界内部 就叫做大悲水 能除一切苦恶 这是 在 《波罗·波罗密多心经》当中的经文 当时林先生就 泪眼蒙蒙地点了点头 表示 信得过 于是法师就叫林先生 烧了三炷香 磕了三个头 然后跪在那里 法师说 你一定要安静 快快地回去 叫你太太 马上将圣水 喝下去 记住 在大学里面 的话 这个大学呢 是指 《大学中庸论与孟子》 四书里面的那个大学 大学里面的话 叫做 静而后能定 定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律 律而后能得 另外 要设法 使你的太太高兴 快乐 比如告诉他 忍耐一下 将来生下的小宝宝 一定又白又胖 男的像我这样 女的和你一样 聪明漂亮 祖父母和外祖父母 看到一定很欢喜 等等 并且要祝念 念诵 《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的 保证 及时临盆 母子平安 快回去吧 后来林先生 非常着急 出门 就开始念 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 但又想到 老和尚的 设法 使他快乐 这句话 似乎有些 不同人情处 林夫人当时很痛苦 有何法能使得快乐呢 但在走投无路的时候 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好回到家中 就按她说的 去劝林夫人 说也奇怪 当林夫人听到 又白又胖的小宝宝 将来祖父母 外祖父母 一定很喜欢的时候 竟然在痛苦的脸上 挤出了一丝苦笑 我看到 老和尚 竟然神机妙算 如此神奇 高兴地喊道 快念呀 林夫人还问 念什么 林先生说 就念 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 就这样 林夫人也跟着 大声地在那念 就这样 突然之间 谢天谢地 孩子就出生了 外面冲进来 中西 助产室 忙着接生 我呢 则捧着茶杯 感激的 眼泪汪汪 跪在客厅的一角 仿佛看到 观世音菩萨 就站在 云端 不过更像是 老和尚 慈祥的笑容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在那喊 恭喜恭喜 又添一个 又白又胖的大少爷 突然就把我 从这种 出神的状态中 唤醒 四处找寻 菩萨也好 老和尚也好 都是我的幻觉 进入内室一看 小宝宝 由护士抱着 而 妻子呢 则疲惫的沉沉睡去 真的是 母子平安 林先生 再次落下了 感激的眼泪 于是 就 骑上毛头 一口气 到了老和尚的 安乐毛棚 老和尚正在 菜园里面工作 林先生 不顾一切 见到老和尚以后 跪下来就磕头 老和尚放下工具 笑眯眯的 向林先生拱手 说 恭喜恭喜 是一位 有鸡鸡的 林先生 强着回答 老和尚笑了 要他到佛堂 坐下来 林先生 说明 是专程来 扣谢 救命大恩的 并请老和尚 为小宝宝赐名 老和尚随口就说 就叫应援好了 应援而生 应援而来 于是 林先生 对这位世外高人 就更加敬佩了 一般来说 大家通常取一个名 大家想来想去 又是查字典 又是查慈海的 改了 变变了改 三番几次的 叫出来还是俗里俗气 不合理想 老和尚随口说出来 就感觉到超俗得体 由此可见 老和尚的学问道德登峰造极 回到家中 林七正在进饮食 大家都在催促 林先生为小宝宝取名 林先生胸有成竹的说 应该的应 圆法的圆 孩子就叫应援 大家无不 鼓掌叫绝 之后 林先生经常去茅棚 看望老和尚 但每次去 老和尚 不是在念佛 就是在拜佛 或者在诵经 很少有谈话的机会 尤其他拜佛 头 磕得咚咚的响 膝盖 跪起巴 头磕起包 念佛 经常 还会念得 眼泪汪汪 好几次 您不敢惊动的 那么就去 偷偷地看了看 然后又偷偷地 溜了回去 那么从 少数几次的 片段的谈话中 林先生才知道了 妻子喝的水 被称之为大杯水 是由大杯神咒 加持而得 这位老和尚 还曾经担任过 中国佛教会的 理事和监事 是鼎鼎大名的 明藏法师 从师谱寺 到这里隐居的 才知道 原来老和尚 是这样一位 淡泊名利 安平乐道的圣贤 那么林先生 自从接近老和尚以后 放弃了 二十年了祷告 拼命地研究佛教 现在已经能做 简单的早晚功课了 好 这个故事呢 林先生的故事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以前我也是只知道 这个故事的梗概 后来才从网上 找到了这个故事的 详细过程 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非常的感动 所以说 我专门把这个故事 有特意的 再制作了一期节目 奉献给大家 好 感谢大家 收看本频道的节目 祝大家 一切吉祥 祝大家一切吉祥